都说现在的结婚 是一个人掏空三个家庭 如果子女孝顺懂事还行 就怕那些不懂感恩的儿女 姚阿姨今年57岁了 她花176万给儿子买房 她照顾孩子 老伴打工4500元当家用 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狠了 但其实姚阿姨也很幸福 姚方姚阿姨在深圳看孙子 做做家务 她觉得也还行 想着小孙子上幼儿园了 她也去找个工作 这样也能多挣点钱 帮帮儿子 她带着小孙子亮亮回家后 让孩子玩玩具 她做晚饭 家里四口人 开销挺大的 她就做了个炖排骨 荷兰豆炒腊肉 酸辣土豆丝和炒青菜 吃饭的时候 儿媳不高兴 不过也没说什么 就是一直拉着脸 像是和儿子吵架了 姚方也没说什么 她觉得年轻人的事情 她就不操心了 她带好孩子 帮着做做家务 其他的就不管了 饭后 儿子收拾了饭桌 她和老伴出去转转 锻炼锻炼身体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已经八点半了 换了衣服 儿媳喊她 说 妈 你出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儿子崔丽刚生气地说 小杰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折腾了行吗 小杰 哼 既然你说不出口 那我来啊 不然还能怎么办 让我妈一个人在家住 你放心我不放心 我知道 那是我妈 不是你妈 所以你不心疼 崔丽刚 那我爸妈呢 他们就可以不用管了吗 小杰 爸妈身体好 可以租房子住 还可以干活 你看看我们身边 哪有五十多岁 就开始养老的 谁不是还在努力工作 崔丽刚冷笑着说 哼 你那妈呢 比我妈还年轻 她怎么就需要在家里养老了 她不是还在上班吗 小杰哭了 说 崔丽刚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妈刚动了手术 她现在需要休息 她只有我这个孩子 我不管她 你让她怎么办 姚方没管他们的争吵 只是和老伴走过去坐下 小杰看见她 梅里崔丽刚 直接说 爸 妈 不好意思 有个事情 必须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希望你们能理解 姚方没说话 她大概已经听明白了 这一刻 她对他们做出的选择 很后悔 原来平时听到的 都是真的 孩子大了 他们的人生 就该自己负责 作为父母 有能力就帮一把 没能力 只能让他们自己努力 而不是打肿脸充胖子 姚方有点走神 只听小杰说 爸 妈 亮亮已经三岁了 我打算送去幼儿园 这样你们也不用 再辛苦地带她了 毕竟我也知道 带一个小孩子很累的 姚方 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现在孩子大了 亮亮很听话 挺好带的 小杰没想到 婆婆会这么说 一下子不知道 该怎么接话 有点烦躁地说 妈 那我给你直说吧 你也知道 我妈前段时间 做了个手术 现在需要人照顾 你们也看见了 这个房子就这么大 我妈来了 实在住不下 我想着 爸妈 你们能不能先回老家 等我妈身体恢复了 你们再来 姚方 小杰 我记得 你妈做了个蓝尾手术吧 也只是个微窗 而且早就上班了吧 那她住这儿 工作怎么办 小杰 我妈是上班了 可是身体很弱 需要好好补补 我已经托人给她办病退了 她本来就是企业的普通员工 身体不好 厂里恨不得她赶紧走呢 姚方 我 那你打算让我们回去住哪儿 当初你们买房子没首付 你说让我们把房子卖了 到时候和你们一起住 如今你又要我们回去 那我们回去怎么办 小杰 妈 你们原来住的小城市 房租低 你和爸回去租个房子 再找个活干 也能养活自己啊 姚方 小杰 那你们把我们给你们的房款 一共176万给我们吧 我们回去再买个房子 我们呢 不像你妈 有工作 工资也高 而我们一辈子就做了点小生意 辛苦挣的钱也就那么多 全部给你们了 现在老了 总得有个住的窝吧 小杰脸白了 婆婆一直很好说话 一起相处的这四年 婆婆在生活中 尽量做她能做的 其他的都不多话 也不干涉他们的生活 而今天她才知道 婆婆原来是个很厉害的人 她大声地说 爸妈 立刚结婚 你们作为她的父母 给她买房不是应该的吗 怎么现在又要我们还回去 我们每月房贷一万六千 加上一家的生活费 养孩子的费用 哪里还有钱 姚方 她是我们的儿子 可是她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我就跟她谈过 如果她回我们老家的省城 我们可以想办法给她 付首付买房 可是她非要留身震 她自己都说了 以后的房子 自己想办法 崔丽刚坐在那 听到妈妈的话 脸色更黑了 也很羞愧 说 爸妈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该急着买房子 有能力就买房 没能力租个房子 才对的 小杰瞪着她说 是 结婚前我是说过 我们一起努力买房 可是 我怀孕有孩子了 难道要让孩子 在出租房里出生 老崔突然开口说 立刚 这件事你是怎么考虑的 还是你们已经商量好了 不过是在我和你妈面前 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的演戏呢 崔丽刚大声地说 爸 你说什么呢 我是那种人吗 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 小杰 爸妈 我希望你们能体谅一下我 你们也是当父母的 你们也不希望 我是个不孝的人吧 姚芳 让我们卖了房子 和你们一起住 这是当初买房的共识 如果当时你们说了 这个房子没有我们的房间 我们也不会 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最多给你们资助一部分 小杰 现在你不让我们住这儿 要让你妈妈来住 那就把120万给我们 其他的56万 是我们资助你们买房的 就不用给了 小杰 妈 我已经说了 我们没钱 你们两个人在这住了四年 每个月要花多少钱 你心里没数吗 姚芳 哦 你要这么说 那我可要说清楚了 立刚他爸在超市工作 每月工资4500块 都用来家用了 这样算来 这四年不是你们养我们 反而是我们养你们了 崔立刚 爸妈 都是我不好 你们放心 我现在工作也升职了 工资涨了后 就不用我爸这么辛苦了 老崔看着他说 立刚 我们是一家人 各自尽力过好日子 是应该的 可是如今你们要这样 那我支持你妈妈的决定 姚芳看了他们一眼 嗯 我们可以回去 你们给120万就行 现在没有 就打借条吧 每个月还钱也行 这样我们也有钱租房子了 说完 他起来拉着老崔回房间了 进屋后 姚芳看着老崔 说 老崔 我们回去吧 租个房子 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儿子家不是自己家 我们早该明白的 老崔低着头 说 老姚啊 都是我没用 你都老了 反而没有家了 姚芳 老崔 我们本来就这一个儿子 帮他是我们该做的 我们错在 不该卖了房子 现在都没个后路了 老崔 老姚啊 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真的要回去租房吗 姚芳 老崔 如果我们坚持住在这儿 肯定免不了争吵 我们这个岁数了 也吵不起了 还是走吧 老崔 老崔 老姚 你说我们就在这儿 再把生意做起来 老崔 老崔 做饭我倒不担心 可是这儿的房租太贵了 而且饮食不比其他的 各方面要求比较多 不然万一出点事 我们两个老骨头 把自己卖了 把自己卖了还要连累孩子 老崔 小姐点了点头 说 那行 大不了我们回去租房子 小姐正在看附近的幼儿园 想着把亮亮 尽快送进去 而她妈妈天天晚上打电话哭 说自己一个人太可怜了 快活不下去了 小姐天天在家拉着脸 每天晚上也不在家吃饭 回来就各种纸桑骂槐 和立刚天天吵架 老崔辞了超市的工作 天天到处转 看有没有合适他们的工作 最好能解决住宿问题 这样他们就轻松了 亮亮送去幼儿园了 小姐也不让他们接送 怎么看他们都不顺眼 姚芳气得这几天感觉心头疼 觉得自己身体都不好了 老崔看不下去了 喊着立刚他们坐下 说 立刚 按你妈说的来 今晚就打借条 写好协议 每月看能还多少 我们明天就搬出去 小姐 爸妈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她是你们儿子 你们给她买房是天经地义的 怎么现在还要把钱要回去 你们觉得合适吗 小姐哭了 说 爸 你们也看见了 我们要还房贷 要养孩子 我们根本没钱 就算给你们写了借条 也没有还的能力 你们这么做 是想逼着我们离婚吗 姚芳 呵呵 是 你们不容易 那我们呢 我们都快六十的人了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更没有收入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俩直接不用活了 我们就该去死 崔丽刚听了后 直接跪下了 说 爸妈 你们千万别这么说 都是我的错 爸妈 你们就住在这儿 这儿就是你们的家 小杰如果不同意 那我就离婚 小杰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说 崔丽刚 你说什么 你要和我离婚 就为了你爸妈 你还是个男人吗 姚芳烦躁地说 算了 丽刚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 让你离婚 这样我们也不安心 你赶紧写借条吧 按你们俩的工资 每个月还我们五千 没什么压力 就这样吧 小杰 妈 你说得真轻松 每个月还五千 我们去喝风吗 你还不如 直接让我们离婚算了 那样你们一家人 就可以住在这儿了 姚芳胸口又疼了 说 丽刚的工资三万两千 还了一万六千的房贷 还有一万六千 加上你的工资 一万两千 还有两万八千 孩子的幼儿园是公立的 加上生活费 一个月也就一万 怎么不够给我们还五千了 小杰冷笑着说 哼 妈 你可算得真清楚 可是我的工资 是我自己的 我凭什么要用家用 自古都是男人赚钱养家 我的钱可是私房钱 你不要打错 注意了 姚芳不敢置信地看着小杰 说 小杰 这是你的家 你婚前还说要一起买房 原来都是空的 你到底想没想 和立刚好好过日子 小杰冷笑着说 哼 妈 你去问问现在那个女的 结婚后自己的钱 不是自己花的 我不为自己存点钱 我和我妈怎么活 姚芳 立刚 写借条吧 至于你们的日子怎么过 你们自己商量 我和你爸不管 老崔看着老伴难受的样子 立生说 立刚 如果想你妈多活几年 赶紧写吧 算是你真正的孝心了 崔立刚很难受 可是他也看见了 除非他离婚 不然家里这种氛围 他妈真的要被气出病来了 他拿出纸笔 郑重地写下借条 同时著名每月一号 还五千元 姚芳拿着借条 说 笨 行吧 这几天我们就搬走 回房后 老崔说 老姚 我联系了一家养老院 正好在找做饭的 明天我们去试试吧 我听着要给三十多个老人做饭 活是累点 可是我们应该还能应付得来 姚芳 笨 可以的 卖了一辈子的盒饭 做饭我们没问题的 工资怎么样 老崔 包吃住 我们两个人给两万五千 不过还要看明天做的饭菜质量了 人家满意就能给这么多 姚芳点了点头说 那是肯定的 明天按他们的要求先做几个菜 让他们尝尝味道 不满意再想别的办法 说完他又说 老崔 这个钱也不少啊 如果能行 我们也可以存点钱 回老家买房子了 老崔脸色难看了 说 唉 都这个岁数了 还要存钱买房子 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姚芳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 如果明天面试成功 直接就搬出去了 而崔丽刚和小杰却还没有消停 看着崔丽刚写下了欠条 小杰气得直接回房了 等崔丽刚进屋后 一个枕头直接被砸了过来 小杰愤怒地喊 崔丽刚 这日子没办法过了 既然你不听我的 我们就离婚 崔丽刚接过枕头 走过去坐在窗户边 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 这个城市就算是夜晚 也是忙碌的 热闹的 不像老家 此刻已经很冷清了 她研究生毕业后 妈妈和她谈过 让她去家那边的省城工作 毕竟深圳的房价太高了 他们家买不起房子 可是 她真的喜欢这个城市 觉得在这个城市更有发展 硬着头皮留了下来 她在深圳找了一份自己还算满意的工作 那几年有假期就回家 平时租房住 她还是很喜欢的 后来她认识了小杰 她也是外地在深圳打拼的姑娘 两个人相恋后 决定先结婚 然后一起努力挣钱 首付买房子 婚后没多久 小杰怀孕了 小杰说 立刚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 房租子也没什么 可是 如今有孩子了 我们总得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吧 小杰拉着她看房子 最后看中了一套小三居 可是首付就要两百多万 他们手里的积蓄才六十万 根本买不了 小杰天天闹着要房子 催立刚也想买 可是哪里来这么多的钱 最后小杰说 立刚 给爸妈打电话吧 看他们能帮多少 不够的我们再想办法 没办法 她只能给爸妈打电话 妈妈说可以给五十多万 加起来也才一百多万 还差一半多 小杰一直哭 突然说 立刚 让爸妈把房子卖了 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正好每个能帮忙带孩子 催立刚当时不同意 说 不行 爸妈辛苦一辈子 除了供我读书 就挣下了那套房子 卖了 他们怎么办 小杰烦躁地说 哎呀 你怎么这么死板啊 我不是说了 让爸妈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吗 这套房子有三个房间 虽然小一点 可是能和儿子 孙子一起生活 爸妈高兴都老不及呢 催立刚 小杰 你可要想好了 既然要和我爸妈一起住 肯定有很多不方便的 到时候可别说 有婆媳矛盾什么的 那样就不好了 小杰 不会的 只要妈不找我麻烦 我肯定和她好好相处 她还是不同意 想了一会儿后说 小杰 还是算了吧 要不我们去找个小二居 这些钱首付也差不多了 我爸妈房子卖了 他们肯定心里受不了 小杰 不和你说了 我直接找妈去 小杰给她妈妈打电话 说 妈 我怀孕了 在几个月 你就当奶奶了 当时妈妈很高兴 聊了一会儿后 小杰说 妈 是这样的 我和立冈看中了一套房子 还缺一百多万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们 妈妈肯定没那么多钱啊 有了早就给了 还能等到现在 小杰 妈 我是这么想的 我生了孩子就要上班 你肯定要过来帮我看孩子 不如你们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我们在深圳买这套看中的房子 到时候你和爸直接过来 我们一家人一起住 爸妈刚开始不同意 可是小杰说 爸妈 你们放心 不管什么时候 这个家里都有你们的房间 就这样 爸妈把房子卖了 买了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总共给了她一百七十六万 崔丽刚想到这儿 觉得自己就是个大混蛋 让爸妈为她卖了房子 她是怎么做出来的 而现在 爸妈在这个家里住不下去了 他们快六十岁的人 要出去租房住 她不就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吗 呵呵 崔丽刚苦笑了一下 转身看着还在生气的小杰 说 小杰 以后我的工资还房贷 给我爸妈还钱 出亮亮的学费 其他的家用你来支付吧 小杰没想到 他不但写了借条 还打他工资的注意 直接争住了 一会儿后才颤身问 崔丽刚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在算计我 你养不起老婆孩子 还结什么婚 离婚算了 崔丽刚看着他 说 你自己考虑吧 过不过都随你 说完 他到床的另一边睡下了 他感觉心很累 想起爸妈 他觉得很难受 可是除非离婚 不然真的没办法住一起了 不然他怕他妈和小杰都会得病了 姚芳和老崔第二天早早就去了 养老院地点有点偏 不过环境挺好的 他们按要求做了几个菜 分别让十多个老人和工作人员吃了后 都很满意 毕竟姚芳做了一辈子的饭菜 手艺很不错 只要到时候按老人的情况多注意 肯定是没问题的 养老院的领导对两人很满意 安排了住宿 交代了工作 姚芳和老崔回家搬来了行李 在养老院住了下来 姚芳对住处也很满意 说 老崔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以后在这养老 到时会不会给我们打个折 老崔笑着说 现在还是盛着能动 多挣点钱吧 不然老了 才麻烦呢 姚芳点了点头 说 嗯 在这包吃包住 不用花多少钱 我们好好存着 崔丽刚回家的时候 爸妈已经搬走了 他知道他们对他失望了 走的时候都没有给他说一声 过了几天 他岳母已经来了 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儿子亮亮一个人玩游戏 小杰在做饭 他下班换衣服 洗衣服 然后带孩子 这天吃过饭后 儿子要出去玩 立刚带着出去了 看着已经八点多了 他给妈妈打视频 姚芳看到儿子的视频 接通了 视频里 孙子的小脸露了出来 对着他喊 奶奶 奶奶 你吃饭了没 姚芳知道 肯定是儿子不好意思 让亮亮打头阵呢 笑着说 爷爷奶奶都吃过了 我们刚忙完 有空去看亮亮啊 孩子很高兴 摇着小手跑了 儿子说 妈 你和我爸找到房子了吗 住得怎么样 姚芳笑着说 立刚 我和你爸挺好的 我们找到了工作 包吃包住 你好好过日子 别为我们担心 立刚 嗯 妈 有什么事及时给我打电话 姚芳知道儿子也不容易 可是 还能怎么办呢 只要活着 有那个人是容易的呢 他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 让儿子不要那么为难 可是 每个月五千块钱 他肯定要的 他想着存够钱 回老家买房子 这么大岁数了 每个窝 心里空落落的 一点都不踏实 他和老崔每天都很忙 养老月为了节省开支 整个做饭 买菜 收拾这些活都是他们的 不过好一点的是 收拾和送饭的时候 会有两个员工帮忙 但是 他和老崔很高兴 累是累点 但是每个月的工资 两万五千到账 那种满足是没办法形容的 儿子的五千 每月也是按时转过来 这让他心里舒服了很多 至少在他的心里 儿子知道他们的付出 不是一个白眼狼 儿子每天霍亮亮 给他们打视频 一家人聊个十几分钟 他反而觉得 比在儿子家时 感情更好了 姚芳想 人活着都不容易 可是 彼此尊重和理解 才是最重要的 父母理解孩子 孩子体谅父母 才能让亲情更加温暖 不过 他想父母帮助孩子的时候 还是要量力而行 时间就像个筛子 不停地过滤着 每一个身边的人 无论亲情 友情 而对于我们最爱的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人生如茶 诚实坦然 福识淡然 拿得起 也需要放得下 接受目前的处境 努力更好的生活 才是对自己 最生活最好的安排